女儿一岁半去世,丈夫也和她离了婚 这就是2005年超级女生冯家妹的真实人生 曾经她也想过一了百了 但是她却坚强了另外一种方式 让女儿永远活在世上 2005年超级女生成都唱区抢手露云 是选秀史上的神话 冯家妹一路过关斩将 但最终西拜和杰张亮眼李宇春成为第四名 冯家妹从小是被父母哥哥宠爱长大的 超女比赛后除了演出还开了火锅店茶馆 2011年在成都香格里拉酒店 和一名年轻有为的商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2012年随着女儿美儿降生 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却被彻底打破 美儿被确诊患上了一种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 患病几率相当于一枚硬币抛14次 每一次都是正面 冯家妹带着美儿国内国外四处寻医问药 可当时这种病无药可救 美儿没有撑过两岁就离世了 一年后丈夫也和她离了婚 在这种丧女又经历婚变的痛苦面前 冯家妹也曾陷入无尽的黑暗 可是她并没有继续沉沦下去 而是选择坚强生活 擦干眼泪带着对美儿的爱 她开始更多地关注SMA坏儿 并以自己女儿的名字命名成立了美儿SMA关爱中心 解决坏儿的轮椅和呼吸机等实际问题 用自己的经验和精力 给正处在黑暗中的家庭带去希望 有个女孩因为得病 只有右手拇指可以活动依靠呼吸机活着 一旦断电就会失去生命 家人曾经有几度想要放弃 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 她从医生嘴里的活不过五岁 如今已经二十岁了 还自学英语哲学出诗集写诗歌 美儿小天使人间一趟虽然短暂 妈妈冯家妹却让她一直绚烂下去 世界已痛吻我我却抱之已歌 当我们再回到2005年那个夏天发现 冯家妹海选和最后一场比赛 都是唱的勇敢 希望这个经历过至暗时刻的超级女生 可以一直勇敢下去 带给更多人勇敢